嗯 這樣就可以了 好 OK 那 今天課程主要講治安兩個小時喔 那治安東西太多了 其實兩個小時講不完 那我們會講 跟各位比較有關係的先講比較慢 然後 跟各位未來高企業遇到比較有關係的事情 我講比較快一點把他帶過去 這樣子的話 你們比較會有感覺一點 那不要說 但那個企業 你們就還沒上班嘛對不對 還沒上班的治安 你們可能就 你們不是共有什麼關係 就會 稍微有點不理解跟你有關係的地方 那 現在目前跟你比較有關係的 我就講比較慢一點 那最後 那老師就要發現AI跟治安的關係 我跟治安其實關係很大喔 現在連詐騙集團AI用不錯 我發現 目前最先進的AI應該在詐騙集團 不是在國家 差不多是這樣沒有 真的啊 什麼 換臉啊 雨暈 近視你的小朋友的聲音啊 這種製品 炸可以做的蠻真實的 這做的蠻厲害的 他們炸的錢比較多 說實話 比國家炸的錢還多 這個大家注意一下 現在他們資金最多 好 那我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林委長 基本上 那 呃 在前幾年啊 我都在做AIoT的 軟體技術開發 那今年開始回歸我自己公司 有一直去做新的軟體 新的一些軟體開發跟擴散 那目前為止 我們正努力兩顆產品來賣 那因為之前 一開始啊 我工作已經三十年有 三十年有 二年二十四 對 沒有沒有三十年 各位講錯了 二十四年而已 兩千年開始營業到現在 將近上班時間 應該快三十年有 就開始也喜歡寫層次啊 那跑到MCSD 我就不想寫層次了 後來行大開課 那這樣很好玩 這邊有職工的嗎 沒有 那可惜好 但其實大開課需要 腦袋瓜跟別人不太一樣 那腦袋瓜還會轉 那學完那個 我就覺得大開課好玩 就跑去 學了一個叫CH CH CH呢 因為不能講你當做壞事嘛 對不對 所以要先當好人 那我們就有種 有種症狀的課 你叫道德 開課認證 就是你要抓小偷之前 那些學會如何當小偷 所以我當然想學 如何當小偷啊 抓小偷嘛 對不對 學完之後腦袋瓜 就會轉就腳尖 所以學之前要勝選 學完之後 你失去會亂跑 如果你失去本身會亂跑的人 學這個的話會變成瘋狂 就會學完這種工作啦 但現在這工作很好 已經 已經有很多錢可以領了 以前的工作很可憐 就像電視野有沒有 躲在黑暗暗角落裡面那個人 有沒有 那種災難對不對 現在不用了 現在光明正大了 這個當開課 入侵別人還有錢可以拿 現在有了 這個有興趣可以考慮一下 因為這樣子後來去學校做 正常培訓 所以大概就跑了很多學校 然後中部學校跑完 北部也跑一圈 南部也跑一圈 不然摸摸彼此回來 自己公司做事情了 因為跑到腹袋也沒錢了 他開始認真工作 所以現在是資訊想師 店內的領域的 大家有想法可以找我互動 因為這塊其實 你們現在來考我 應該考不到啦 當然你出社會之後 一定可以把我考到 因為每個專業都有專機的地方 對不對 但是到現在 對你現在而言 應該只是有想法 不知道怎麼做的時候 我可以給你一些環境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好 最後一張就是 所以我認證照法太多了 就跟你講 我認證照 認證講師的資格 嘿 這講師我拿很開心 他去年終於失效 因為我以為也沒錢了 為什麼失效很痛苦 你知道嗎 因為在NAS前 Windows Server授權也不用錢 Code Server授權也不用錢 Office授權也不用錢 突然間 在去年的話 就通通給我要錢了 我以為也開始變窮了 除了OpenAI以外 當然其他部門也 也沒有那麼多錢 可以亂花這樣子 NVIDIA也是因為AI 沒辦法 你看完說 寫軟體做了 做了 做了開課之後 就流行不是大數據嗎 流行是AI對不對 然後就被逼一波善良 少了一學點AI的東西 那AI其實 就跟他 剛剛跟各位討論 討論到AI2.0之後 在那邊基本的AI 比各位認識國家 對海力態很多 好不好 這塊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網查一下 還蠻豐富的 那我們今天課程的一題 課程內容很重 就是概念 更安全 一跟二我講多一點 然後再來第五項 AI的資訊安全 那那也沒有幾頁 但這三項 可能大家比較有安全 我講多一點 那三跟四 我帶快一點好不好 就是大家看一下 尤其去認真讀 阿美心去題目看一下就好 因為三跟四 大家讀起來比較累 因為跟企業有關係的治安 或是未來你在上班 跟工部門有關係的治安問題 這塊比你稍微比較遠 我就帶快一點 或者是直接 講題目講完就好了 好不好 OK 好 那一開始我們先講 治安基本概念 那治安基本的就是 保護電腦系統 因為資訊是虛擬的嘛 不是你拿到那張紙對不對 那所以要保護它不會被破壞 然後資料不要被創改掉 然後不會不會 大家存取的時候不會出問題 這基本它是三個要求 進去登錄可以跟路網對不對 登錄裡面只要是正確的 或者說 就這樣工作 就要資訊安全做保護的工作 就很像現在你當社區的保全 你要回到家 你是這個住戶 你可以進去到你家裡沒用體 你不是住戶的人 不能進來對不對 要要破壞 他要發電去警告報警處理 有沒有 這是保全或者是警衛的工作 限制生活是這樣的樣子 那虛擬世界就是資訊安全的工作 有人說他想保全 也類似啦 但是因為都是虛擬化的 所以就很多資訊的能量還在上面 不是單純加那一支警戒棍走來走去 就會看到全世界這樣 比較難 所以技術還壓就比較高了 好 那為什麼要需要保護呢 用會計學來看電視就好了 資訊得也資產 意思是說什麼 其實你會計學看 資產其實就是什麼 就股東學叫負債 你今天請了人 然後在那邊工作 產生一些資料過上面的一些紀錄 或產生一些資料搜集一些內容 對不對 那是用錢換來的 所以要屬於資產 那屬於資產就要做保護 不要說危險 然後甚至要算出得到最豐盛的投資報酬率 這三一行為 基本上對資訊就有這種要求了 所以資訊等於資產 這件事情概念要有 那有這概念有什麼好處 有什麼缺點 大數據時代裡面資訊等於資產 所以如果你希望去人家 來分析一下資料的時候 就是把人家資產拿過來偷看一下 他房間給你 大家玩不願意 都說那我請個 那個叫DS 資料科學家 會來我們叫分析 所以大數據時代裡面的人 能夠找出有資產的資料 少數 為什麼 因為請得到人不多 那分析出來結果 得到一個效益的也不多 就到數據時代就這樣 因為假愛 然後默默的消失這樣 因為數據時代裡面 大家都把這句話放在第一頁 就資訊等於資產 老闆就說 那我幹嘛把我們家資產送給你 這不是浪費錢嗎 對不對 他想法這個 所以就是 那時候去拿數據回來分析的時候 是困難的 相當困難很難說服企業主 好 那第二個概念是說 什麼叫安全 這個是王博弈業跟我的概念 就是 你知道嗎 為什麼博弈業可活那麼久 他就說 他就這句話給我們說 有個賭徒法則 死了一個賭徒 就出現一個賭徒 我說什麼意思 就是今天換賭博這群人 有個賭要破產了 你不用擔心 客人不見了 因為舊五分帶有獎金來賭 所以他博弈業的那個叫做 市場是固定這麼大的 不用擔心 就一直盡盡處處而已 不會消失 那這跟這個安全有什麼關係 資訊安全問題有什麼存在 因為 但有個發言出問題 知道資訊安全很重要的時候 就會有另外一個人 認為資訊安全不是很重要 所以資訊安全問題 一定會一直在發生 不會因為我懂資訊安全的 這件事情 我們公司就不發生了 不可能 因為 就有另外一個人 就誣誓說 不可能 我那麼大會 會讓我遇到 那感覺出來就是 跟賭徒沒有兩個樣 那資安肯定要發生問題 所以資安問題一直存在 從來沒有消失過 那就是因為安全的概念 就是這個賭徒概念很像 就是 一個人理解資安的重要的時候 另外一個人就覺得資安不重要 那種概念一直跑出來 所以資安一直都沒有 資安問題一直存在 那因為這個樣子呢 他們在資安裡面就 就想著一個叫端童議論 就是說 統治啊 我們公司一直會成長 會變大 所以統治會一直變大 對不對 就只有缺角跑出來 所以資訊安全每年在檢討 哪個地方缺角 要不要補好 這怎麼可能 我舉個例子嘛 原本講說 我們公司找了一個ERP系統 大家用很開心 變多了 又找了一個HR系統 HR系統 新的系統出來是一個缺角 對 就是缺角跑出來 用到很開心之後 又想說 那個人那邊打開很累 你可以用一個人那邊打卡 用一個缺角跑出來 最終這問題就是 每年因為公司成長 一直要換資訊系統 資訊設備 你會產生資訊安全 就一直跑出來 所以資安問題是 就會一直循環 每年都要做 不可能說 這一點做完了 好 從此就資安沒有問題 沒有這回事 就要電腦5年要換一次 對不對 一樣一次 它就是循環的一種經濟 OK 那 為了這件事情 再跟大家定義一件事情 那資安的面向 有什麼要去考量的 然後就提了三個面向 一定要機密性 完整性 可動性 考試 一定會考這個基礎題 一定會考他 他說機密就是 你認為該看到的人 就要看得到 不該看得到的人 就不要看到 比如說你是人事 那老闆可以看到所有的個資 那如果有工程 他要直接個資 有沒有 就是看得到的人 就可以看得到 不該看到的人 就不可以讓他看得到 那完整性就是 比如說薪水 你可以改得了的話 就可以改 那比如說老闆跟會計的權限 對不對 改不了的當然就不讓你改 對不對 不讓我多喜歡 後面加個零多好 要求不多只加個零嘛 完全退進一位就好了 對不對 日子過就開心了 有沒有 當然不可能好不好 改得了還得了 對不對 那可能性的時候 其實這個就跟資安的 外部路線有關 就是 今天有人進來了 把你系統毀了 你進不了系統之後 前面兩項都不用說了 他就壞掉了 系統毀了怎麼辦 就什麼規用 可零星是 所以我已經這樣提到說 前面兩項指的是內部 後面第三項指的是外部 如果不要發生 可零星失效的問題 大致上概念是資安概念 是不是像保全一樣 就像你經歷那個 你們家洛西住的是 那個結智住宅 有那個警衛那種的 這個概念很像繼續的時候 就需要有這樣的一個 人家去做回護者 那偷天怎麼辦 自己回護啊 對不對 對 好 那 舉個意思嗎 好 接面其實是說 一般 個人資料不要被創改 對不對 公司這樣有權限它的創改 那最好使用的是什麼 iPSKYS 一種夾密方法 就是我今天 如果在外部要連進來 我是不是要做夾密 進來之後呢 不要別人去看到 我出去哪些資料 因為中間有機會攔截 你經過多少碗段 哪個地方 還可以抓個極限器 把你資料滲漏走了 如果裡面是密碼 我就知道你整個登錄 你家系統 你做什麼動作 那我再模擬幾次 我就可以跟你一樣 全線進去系統 幫你改改資料 對不對 或刪刪資料 那你的前面的CIA 就不見了 集密信息基礎 一定要有 對不對 至少我們傳遞過程 不要被人家知道這件事情 好 那完整的信息剛剛提到 就是說 那個系統能夠 能不能 沒有 如果你今天有 能夠入侵得了 那你系統裡面 只要算得來得了 或是那把系統回掉 那你完整的信息不在 對不對 我探索這件事情 剛剛提到了 那可用心指說 對不起剛剛我講錯了 反正就只要不會被創愧 就是我剛剛講的 不要被人家入侵進來 好 那其實這種事情講 我們就講案例很快 就是 在112年前 其實大家在做貿易的時候 都是E-mail告訴老闆會計說 這比訂單交易沒問題了 那客戶所保險會 沒有辦法挖中會錢都不錯了 其實沒什麼兩不行對不對 好今天假設那個人 是會計或老闆 他們呢 E-mail呢 也用簡單密碼 然後呢 也沒人看E-mail 收發信是誰 人家就有機會 回召個mail 發信給你說 當客戶啦 呃 發信給客戶說 我們公司的E-mail 因為什麼關係 帳戶改了 請這次的貨管會 要逼這個帳戶來 來做結案的動作 那客戶所保險會 如果沒說 第二次確認 就把錢給匯出去了 回去照顧會去哪邊 就照顧集團照顧 那真的要收錢的公司拿不到錢 那他已經匯出去了 那就會跑出來了 這筆錢 歸誰的問題 我們現在有遇過啦 他還可以有些 欸 等一下喔 那東西是真的 是台灣的法律師說法出去 想要改帳戶的 結果一查 那個 快遞他用的密碼很簡單 就是123456 很多意思了齁 那我是不是叫帳號 123456 我就可以攔截的E-mail 拿法律公信告訴他說 改帳戶 是不合理 那筆錢不多 30萬美金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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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他平常耗了一個禮拜 我跟他講說 這個可能依實是否所要自己承擔的貢獻 因為 你確實是用你的E-mail 發信給人家 說 改帳戶的 對方只有上進那個 確認的 比我以前都沒有了 因為 快遞的Mail被人家倒走了 帳號沒有 太簡單了 人家家登錄改一改就好啦 就結束了 就很簡單 沒有 就還個想法是有點彎彎的 就這樣 一筆錢都不見了 30萬美金 計算一下 我們當然 不是挨一聲而已好不好 是挨超過半年嘛 就算他們是律師也挨超過半年 只要把那個缺口普遍 問題滿大的 所以你知道資料對個人來講很重要 如果你們 後來 但這個在102年 現在113年 對不對 超過10年前 現在為什麼不會發生 你先密碼叫123456 沒有一些Email系統可以統一 你密碼是123456了 好不好 應該沒有了吧 連中華電信也不同意了吧 學家應該沒辦法 密碼設123456吧 可以嗎 不可能 如果再可以的話 我就想哭你知道嗎 就說短頭理論嘛 有個不相信123456 有人會打我Email 結果Email就被打我的這樣子 然後就害到別人這樣 這種事就會發生 OK啦齁 好 這是我們台語道的問題 好 那舉個例子 那你有第二種可能就是 對方沒注意到你的Email 是被圍造的 那是對方的責任喔 有什麼意思 譬如這個 真的Email上面這個 假的像Lisa下面這個 下面上面是真的嗎 下面假的寫錯別的對不對 我寫快懷疑自己的人生喔 好 不然哪邊是跟哪邊講 就是你們如果沒有認真看 你們覺得沒有很像 E跟L很像嘛 對不對 是不是很像 那你看他不應有他 因為L消息就想這個樣子啊 那你自行又 就L1 又直接找一模一樣 就發出去 然後人家看到 以為是這個Lisa 那就回他說 好 我把人家加入通訊 我沒有名字改叫Lisa 你就不應有他 以為Lisa 怎麼會這個人 我只有加通訊 怎麼沒錢 再假一次就好了 改叫Lisa 然後之後就 就開始跟他寫信就好了 就不會跟真的人寫信了 這個就是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匯款單位的問題 因為他沒有出自然概念 然後就把真的同情對話的 抬到另外一個人去了 那請就提那個人 把他揮出去 就用E-mail舉證 是誰錯 誰要理請 這樣子 真恐怖啊 是不是腦袋挖挖繞繞的有沒有 所以嗨客做久之後 就變這樣子 心態不太好 才怪的 這樣可以接受 好 所以我們講說 你E-mail竊取 就實際上被破壞了 好 那嗨客來解釋 他就整個例子說 嗨客來解釋 那些機械公司 把Mail給上 還沒到客戶之前 然後那個 還沒到客戶 這句話有點複雜齁 這個地方大家講 那Mailspan跟Mail在公司裡面 現在的問題比較少 不會發生 如果走出雲端365的E-mail中 雲端E-mail中 是不會發生 但是如果公司 7月7月7日 E-mail就會發生 因為E-mail的MX交換環路 就會有這個問題 就是他在手法裡面 其實有機會是被騙走的 其實會被騙走 因為我有機會不會造成你們家的MX信箱 就會把你騙給騙到我們家 然後大會簽出去之後 你就不知道 新是被人家收過一次 再還給你們 這是可以做的 好 那如果 如果這個時候 就是要安裝一些系統去抓 或者是 你住雲端 這塊他們做得很好 為什麼 因為當時他被騙的話 那倒霉不是一間公司 是輸錢萬千公司 不去告那些大公司 所以是會做的 如果自己家 E-mail捨入這件事情 那就要思考一下怎麼 這樣小心怎麼 好 那當然 現在流行的就是說 如果說 你今天受到詐騙 或者受到勒索 現在流行 不是可以要現金了 給到比特幣了 對不對 原本沒有價值的貨幣 虛擬貨幣 就在因為事實上這件事情之後 變成有價值的存在 你知道嗎 所以比特幣從之後 變成真實的貨幣 活在這個世界上 大家殺不死他這樣子 合理啊 因為有比特幣的關係 所以遇到勒索病毒的時候 就會繳錢 繳比特幣 但目前為止沒有要求查 為什麼 我們台灣的 你們有這樣玩比特幣 玩那個 虛擬貨幣的嗎 同學們 有沒有 虛擬貨幣的 什麼以太幣啊 比特幣 有沒有誰這樣玩的 還那麼多錢 真假的 這群這麼乖 哇 你們到底是怎麼 細的畢業 怎麼那麼乖好好喔 我來到一個很怪的世界裡面 好我們 我待在世界太糟糕了 哈哈 我待在世界的工程師 沒有玩虛擬貨幣是少數這樣 所以我緊張說 上面 同學有沒有誰在玩 比特幣是一塊多少錢 你可以上網查一下 一塊比特幣 台幣多少 來概念一下 上網 Google 手機 Google 一下 看一下 一塊比特幣 台幣多少錢 猜一下 你會很驚訝 你會很驚訝 前天最貴的貨幣 多少 219 差回去了 開心 所以我來到三百萬 一塊 台幣 台幣三百萬 最慘的時候是 疫情前一陣子 疫情前的 一塊比特幣等一百十萬台幣 那就有人跳樓 就這樣來的 所以行為我們那時候 不是有人跳樓 有人裡面七七十一個人 那一層有沒有 跳樓那一個有沒有 就是往虛擬貨幣 就是從一塊比特幣等一百五十萬左右 啊 受不了了 就跳下去了 真的 真的不用懷疑 就是這樣跳樓 不是這樣來的啦 那為什麼要這位置跳樓 我們想好久 就大不了就是 發展慢一慢就好了嘛 重新再開年輕人 對不對 沒有必要為這種事情情深 這沒必要 我們太... 我有可能是那一筆錢 不是借來的 而是跟地下錢人借來的 不是跟一般人借的 就有人生 人生的危險了啦 那你就會選擇情深 不可能啦 就最近新聞不齊齊 又有一個虐死案嘛 昨天前天 新聞報到 受不了電視關掉 你知道嗎 然後想那錢 他說跟之前有一個 情人跳來就圍圓區 你貨幣這件事嘛 就這個 他玩不是比特幣啦 我們那時候 那個幾個我們叫宅男公 發報說 他不是比特幣我確定 不知道他是什麼幣 反正跟比特幣有關聯的 也不是以太幣 那個什麼幣 那個什麼幣 那個幣的瞬間的 別級速度 別級的速度 從想到好不好 一筆 一千塊台幣好不好 他比到一筆 一塊台幣 差一千分 這就有感覺了 怎麼別那麼誇張 他說 因為幣後面沒有東西支撐啊 他們現在目前支撐 都是以 比特幣為主軸來支撐 這樣子 有興趣可以追幣的一些 虛擬貨幣的一些 新聞啊 你就發現這樣 這個風險超級大 跟讀圖沒有兩樣 很好玩 有人覺得很好玩 還有有人覺得 因為有人致富嘛 但有人就 就很慘這樣子 好 那我們舉個例子好了 假設說你看 現在網站那麼重要 那如果要潛在醫療知識的話 應該幾乎兩個網站差距 他的可靠性比較好 這應該是考試題目出現的內容 記得齁 這樣以政府單位的網站為主 那為什麼路口網站不好 我是海課 我可以準備一個網站做假的 然後那路口說SEO 那你找到我啊 這樣理解吧 這可以騙齁 這種部落格的規情 可以假的 做個部落格 然後把裡面都寫了很多無規文 大陸最喜歡賣的東西就是 10瓶酒 3到7瓶是假酒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你今天買一大酒 12瓶回家 你有可能喝到真的酒 有可能喝到假的酒 除非你真的喝酒的人 不然你不知道哪個真哪個是假 那一樣我的部落格裡面 10篇文章裡面 只要纏3篇假文章 你會以為它是真的 這樣可以嗎 好 這樣就不太過分 大概是我們才遇到的一些問題 好 再來就說 關於密碼管理 哪些有錯誤 密碼管理原則 就關於123456出現 就是一個糟糕的事情 對不對 30萬美金就消失 這句話 好不好 記得啦 就是 病人最不糟糕的這種事情 欸這個模糊電影有演過啊 對不對 那叫什麼 那部電影叫什麼名字 就是那個壞人 把密碼寫在那個 虛擬座椅上面有沒有 貼在旁邊字條那件事情 就要做資產宣導有沒有 那部電影叫什麼 煮完虛擬的 有心那部電影啊 有沒有影響 像是把電影貼在後面給你看 那個就是他常做的一件事情 就這個了 就把密碼貼在看到地方 像是把個人放上去齁 好 就是個資料保護啦 哪件事情啊 哪一件事情啊 對 哪一件最不恰當 最不好的 不最好的喔 就是 有個資 你們應該有遇過吧 就留太多 就會打一個 詐騙電影都打過來了 等下留電話 跟個人全名的話 電話就打不完了有沒有 這個超多 尤其參加抽獎活動 所以從此以後抽獎活動 我都不管參加 不管是網路 或是實體的 都不參加了 太硬了 我參加過 啊手指通電話 然後 然後 紙條 就是丟進去的 對對對 然後我中獎 結果咧 我不敢去 啊 然後我把那個中獎給我阿姨 是真的 他們去 夏威夷玩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真的真的 可是老師 妳的意義很比較好 我抽兩桌獎的 妳知道嗎 就是 那抽獎收回去之後 他就打電話說妳中獎了 然後去 然後她去頂起來 叫妳先繳錢 給妳假假 我先繳錢 那我可以去 我可以去妳公司直接繳錢嗎 不行妳先匯款就好了 那還要說後面嗎 就不用說 那個是假的 那有去 有先繳家先繳錢嗎 那是以前的三商的嗎 三商百貨的 應該還好 應該還好 不過我們那時候去 那個也是大公司啊 只是 後來我們就打電話去問說 妳有沒有這回事嗎 因為我們學過那個駭客的書 我覺得有假 就打電話去問那個 欸 那個什麼 苗栗不是之前有實力的休息服務站嗎 就那裡嗎 太陽 不是太陽 三一休息站那個啦 假的那個 我問過去她說 我們現在抽獎完後名單說 不然妳來經過看 以後名單貼在這邊有名字 如果沒有就是沒有 去看沒有 那我說 那為什麼有人打給我 她說 她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有人打給妳 很簡單啊 就是她在整理那個 抽獎資料的時候 那個各自名單有沒有 應該被人家拿走了 啊怎麼被拿走了不知道 但是她知道 你去什麼時候去那個地方消費 多少錢 然後投了抽獎號碼 當靠幾號 都有啦 所以你不會去懷疑是假的啊 可能我這個人太急車了 還去現場 因為三一離我們很近嘛 請過去問一下就好了對不對 沒有這回事 兩次了 總之我在盤頭抽獎箱 沒有用 要假的 好不好 所以我跟你講 老師有遇到真的啦 但是我遇到 預計不好遇到假的 好不好 他想要你生幾個信箱 請問他該如何妥當使用 應該知道吧 這台看起來比較像真實的 你們表情眨一眨 我們那個MVCD給他選一下還對齁 應該玩那個 那個要收錢的 上次玩那個卡圖那個要收錢的 以前卡圖不用收錢嗎 要了吧 我在這邊問 喔 人數有限制 不會超過50人 對 收錢 我們才是有一次考 那一班80人 我要卡圖 最多這50人進去這樣 好不好 這裡應該要我卡圖一下 等一下知道結果好不好 下次 下次要我卡圖一下 你應該知道效果好不好 好 記得要收信啊 然後過濾有間信箱 你們要拍照 拍一下 可以拍 好 好 那哪種職訊 哪一種職訊 哪一種職訊 透過同學團體傳 傳率比較適宜 你覺得那個 那應該安全啊 為什麼這個也要注意 1 2 3 4 這只有一個可以傳嘛 對不對 保證不會有問題 對啦 應該不用拍應該知道了 這就新聞已經不會有問題 可是我傳 這傳身分證 我有時候看到這個題目 總覺得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你知道嗎 對啦 為什麼 比如說 朱家說 老師我希望你的身分證 我們才報 我說 好 我就把身分證給他們 一上講話不就是 在打自己的臉嗎 有時候看到這個 我就 不過正確答案是這個 沒有錯啊 記得啦好不好 不要拿現實證 我遇到的事情來討論 這樣子 OK 人家說 現在加密家人安全好不好 請聽他說的 聽他說的 好 下面兩個都不是社交攻擊說法 欸 什麼社交攻擊 待會講一下 這題目放在太前面了 齁 社交攻擊說法是指 暴力破解啦 先講一下齁 待會講什麼社交攻擊 這個 剛剛別提 後面這個題目 要放後面一點才對 好不好 先注意到 好 四大安全 你會遇到就四大 三大安全之後 就叫做安全四階 什麼意思 就是因為自從電商以後 其實我們現在看虛擬 十一虛擬世界的時代 你知道嗎 你們回想一下 你們現在實體電腦版的東西多 今兒啦 還是在虛擬的那個 電商平台版的東西多 你們可以看你們罰票 或者消費者的習慣 你扣到每天一定要吃飯 去外面吃三餐以外 你們買的東西 日用品 金品 化妝品 衣服 那你要買的比較多 你會發現到其實 慢慢人類接觸循環時代 這是適時的齁 不是開玩笑的齁 就我知道我們家那位 在虛擬世界買的東西 大也大於現實生活 真的是這樣子 就去服飾那些怪貫之後 還是去網站買這樣子 我不懂我在想什麼 這樣 但是就這種事也會發生啊 對不對 所以因為這樣子就出現世界 就是 因為你在虛擬世界裡面 你不是會放帳號密碼嗎 版手機簡訊嗎 有沒有意思這樣 這時候 那個ID啊 就代表你的身分 因為你那個ID 那個帳號密碼的所有行為 代表這個人的行為 你就不能夠說他不是我 只要版到手機簡訊的一個帳號行為 或是E-mail啊 E-mail就是G-mail G-mail G-mail又保證你 G-mail會收信 因為G-mail經過兩段是驗證 可以收信 這個流程下來 這個帳號等於這個人的 權限 這個件事已經在安全世界裡面 把它綁起來 所以你要注意到的是 你要 擔心有人用你的帳號 這個帳號不要去做其他事情 你一旦發生了 你通不了關係 就電視你去偷邊人家 有個小偷偷同學的時候 把你身分 拉在他們家裡一樣意思 你就被指定 應該是你沒有錯的問題 這個問題是存在的 好 所以說 為了這件事情 剛剛事業安全性大量 要注意到的是說 在這個世界 電三個巡視在哪裡 不管你玩巡視遊戲 或是電視也很開心 你的帳號 就等於你的身分的時候 這三大不可否認性的存在 第二步就是 你不能否認說這不是我 然後你要注意他的 包括帳號密碼 還有他的出取控制 因為他的身分鑑別 他就是你的 那你這個使用的全線控制 你要很小心 因為如果沒做好的話 你就要負責任 對不對 你說這不是我的行為 那個是害客 但是你已經妥不了關係 你就算說 最後法庭不是你做的 那你這段期間 你手上收到干擾 你就收到傷害了對不對 沒事幹嘛跑法庭 沒事幹嘛跑警察 你不可否認性 這一個過程 不是很開心的日子 那你就受到傷害 所以為了這種事情 不要發生 你的虛擬事件 不可否認性 身分之類也是存在的 那存取控制的限制 大家都要小心 好不好 這樣就是目前為止 這個世界上會引引你 沒辦法說話 沒辦法說不是的事情 你這樣說 這不是我 這巨操心很難不能否認 你不可否認掉 對不對 好 因為不可否認性的關係 所以 隨意不良的使用者 就會想要 否認做過的事情 包含說 發生存原諒 他怎麼辦 今天晚上做他一件事情 我已經想辦法偷一個 偷一個 不想笨蛋笨蛋 偷一個 對於安全 疏於防範的 你的同學 的E-mail 好不好 去做嘛 做完 怕是出問題了 就他 都跟我沒關係 這樣懂了沒有 所以你的身分 會被拿用很合理 他並不是要害你 他並不是要 不是你值錢 而是你的帳號值錢 你的帳號可以背鍋 所以值錢 這樣懂了齁 這樣可怕了吧 所以不一定要你說 反正我身分 身無分文 我的 我的口袋還錢 你打開 你去KTV 一看預額 就寫預額不足 這樣子 就說好爛的 所以我那個 E-mail不是很重要 無所謂 錯 這種才重要 因為你就可以當 鍋蓋背 給人家背鍋用的人 好不好 那是一件事情 然後呢 其實這很可惜 我發現我一直 有點難過 因為台灣 數位身分證被喊卡 可是人家擔心的原因 也是合理的 就是 最後他最樣身分證 要把信用卡 健保卡 全部支持進去裡面 然後呢 一張身分證要 800塊台幣 我們說實話 這樣卡多少錢 你知道嗎 那張卡片 製造成本 製造成本 零售價 零售價 就那種經常要賣出零售價 7塊台幣 7塊 好 那他會背著成 技術成本 你這樣只要疊加的 我們不能這麼算 對不對 台積電 一邊那個 一邊控板才30萬 一邊耗升上半 一千多萬 那別是跌上去的嘛 對不對 好 一樣意思 但是他提一下後來就說 另外一個比較大的重點就是 如果這個身分可以代表我 那只要有人拿到這張卡片 是不是代表我的一切 就是沒辦法沒有做第二次身分驗證 或譬如說 好 我今天拿到身分證丟出去的 一定要加人眼 或加指紋 才認證這個人 但他這個集資設計裡面 並沒有這個部分 這張卡片會 這一邊IC卡就代表這個人 所以人家在他的 叫什麼 甚至那幾年前 八年喔 八年前喔 人家認為他的認證的完整性 其實是有問題的 一直被質疑 然後他一直寫不出 他保證沒問題的這句話 然後後來只是被喊提 不過我覺得很可惜齁 花了很多錢耶 結果因為他身分證 不然我覺得 你開始覺得他感覺很棒 就是 你看你希望快一點就不辦了 就拿起那張卡片 從頭逼到尾 最後那個監騙直播到手上就好 你也不用 逼你的手什麼都做得到 多好 對不對 可惜齁 好 好 那當然這件事情 有可能是身分部分 身分見給的部分就是 變成使用者是誰 然後你的帳號紀錄是被誰使用過 這件事情其實在身分見面 變成很重要 就是你使用過程歷程 是不是這個時間 你曾經登錄過做什麼事情 就開始在治安裡面是被要求的 要不然你說 這個時間在台灣時間是七成兩點 我確定我在睡覺 問題大了 那這個就不是你 那是怎麼來的 要不然就是帳號密碼被盜 要不然是你平常被拿走 各種問題就跑出來 就知道問題就出來 就要去被找出你的問題在哪邊 那當然有人就說啦 因為這樣子 所以帳號密碼不能代表我一切 可不可以加身分識別 譬如說指紋 譬如說人臉 譬如說其他的方式 來做你的身分識別 這樣就是說二次確認嘛 我今天找到密碼輸入之後呢 刷一下臉 代表是我這個人 現在手機不是一定要刷個臉 或刷個指紋 我是這個人嘛 來做密碼解鎖工作嘛 蘋果跟AZOO都這樣做了 我去問一下 為什麼 要簡單 因為身分識別最準 你自然臉要轉得一模一樣 又拿到你手機又拿到你密碼 大概可以啊 比如說 刷了臉皮蘋果 iPhone 12就可以嘴了嘛 那時候沒有深度攝影機 所以呢 刷臉只要用它 蝦片就會刷了 iPhone 12那個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 冷點其實是 蝦片可以代表冷點嘛 因為如果用AI 就把AI燈的話 他是抓 骨瓜那個神水特徵 去做我們冷點辨識嘛 所以 他沒有辨識冷點 鼻子跟眼睛 其實有深度了 你知道嗎 如果不辨識出深度的話 用蝦片也可以變成冷點 也可以開門啊 那好像也不是好用對不對 那指紋不是最好用的嗎 成年有沒有 海客那個電影被演 就把植物黏起來 覺得可以去植物機開門 有沒有 所以人家說是 兩段就是什麼 炸好密碼可能是幾段 然後松式也是第二段 這兩段都被拿到了 那基本上 你這個人就是被複製去做 身分鑑別就出問題了嘛 對不對 這這這 這電影就是還嚴重情節啊 有沒有印象 沒有印象 我們待會看一下 希望一小段就知道 好 所以啦 目前加密技術裡面 就所有的 過程中裡面有 XLONVPFIPC的 那 身分證認證裡面 就是電子憑證 還有是 自然人憑證現在有人用嗎 應該有啦 繼續 我們現在還用很多了耶 就是去 布徵師事務所辦一張 自然人憑證 其實那就是 原本身分證的前身啊 那你用它來代表 你的什麼 身分證帳號密碼 那些事情 把他在憑證裡面 那他會把他憑證 用他的憑證 來去做一些 你的工作 驗證的工作 的事情 那現在企業開始 蠻多家在做這個 有蠻多人在 我們遇到公布的 就要用自然的憑證 跟公司的憑證 在做事 來代表 可以大小三種行為 還可以十三種行為 這樣子 好 那安全的定義裡面 其實就是 只要屬於過程中的安全 那我寫了哪些 黑客入行 最嚴重對不對 木馬突成 嚴重 嚴重 我們大概提一下 什麼叫木馬突成 那安全落點是什麼 就是 你的系統比較舊 椅子如果 椅子的問題 你沒去修正 就是安全落點 那被讀如蟲是什麼 在過去最多 就是水神碟 因為我們水神碟 會從家裡 帶來學校電腦 帶去影音店 帶同學家電腦 再回來 你確定 它是自乾淨的水神碟 這是最有喜的句話 就是當道理雄回來 我說 我這是水神碟髒髒的 你要試看看 我常見要跟你別人講 為什麼髒髒的 就是因為 這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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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用了 學校電腦最嚴重 所以我說 我水神碟髒髒的 你敢臉 你要用嗎 那你發沒有給我好了 用雲端年級給我就好 你不要給我水神碟 為什麼 因為就幾乎比較沒問題 說實話 好不好 可是有時候被破為無奈 我現在水神碟賣不好 沒有人要了 每邊要 就雲端硬碟比較安全 比較安全 好 剛才講的是保護跟工型面 這樣講是管理面 就是今天講到治安 我們今天老闆 跟那個企業老闆說 要講治安 他看到我們這個點 他前面兩個就不會想 他只會想這些 那我們家是不是要搞ISO27 我們的資訊能源 是不是要搞什麼ISMS 那我們是不是要做內集 把治安給不到裡面去 那是不是要買防火牆 IDS 要保護企業 所以一件事就是 因為大家都對治安其實是 不是你的專業工作 所以不太約花其實去想 所以他們只有 不斷的家裡來上課 不斷的請你們提教訓練 讓你知道 治安東西在身邊 在對著講的影響很大 就跟那些案例來跟大家分享說 如果你們注意什麼 你沒有沒有 用123456 那你可不可以發這公司 有多大的損害 類似案例一直分享給大家 提醒大家對治安的一些 醫治展生的概念 那會有這種做法 還做這件事情 好 那請問一下 我們講很久了 CIA的西指是什麼 那用有沒有背起來 就考英文字了啦 有沒有想 C 完蛋了 早發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早發發什麼 可能記得學了 C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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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把英文 待會英文字回看一下 好不好 OK 好 那 加密的雙法 所以某種只要做加密 就確保只要滿足哪個 C在那邊出現了 出現了嗎 對不對 是機密性嗎 還是完整性 還是見比一些 不可否認性 下一個件事情做什麼 好 好啦 那好好講一下 同一件事情 同一件事情 只要 只要 SSO IP是個那件事情 好 那 同學開始疑惑了 那神母無聊 為什麼神人家害別人 為什麼要有 治安的問題存在 那跟現實生活一樣 就是 小偷也是這種職業 對不對 不對 小偷不是職業 小偷是他不想要 不學好當小偷 對不對 那一樣問題就是 在虛擬世界裡面 只要有利害關係 就有威脅就會存在 就是今天你被破壞掉了 有可能今天對手就會得力了 今天你只要被窃取了 也許對方的優勢就成長了 這些諸如此類事情發生了 都是屬於利益的關係嘛 那治安問題就是存在了 最多在勒索病毒出來之前 十年以前 最多的治安事件就是 機密窃取 就是譬如說 我的製程資料被投走了 我的病房被投走了 那個是最多的治安問題 是這個 那到了勒索病毒出來之後 那些反而被吃藥了 而且保護 不要公司資料 不要被那個 駭客綁走這樣 是最大的最多 這十年來 落差也很大 十年以前不是被投資料 那十年以後是 那十年以前是被投資料 十年以後不是被投資料 而是被勒索 大概是我們概念不同 好 因為這種比較威脅資料就出來了 那跟客人有什麼關係 跟客人有什麼關係 好 我們現在談談什麼社交工程 我剛說 那最後那一題應該放到這個之後 社交工程是什麼 社交工程是在台客裡面 唯一一種不需要 那個人不需要 那種資料相關技術能力的一種 對 駭客手法 講得太那個導致了 我們講直接一點 好吧 譬如它就是社交工程 最明顯的一個案例 這個案例我覺得不錯 就是 我們只看那些 那個美國電影裡面 其實很多製作性的一些 知識管理跟客人 都在自然無關 這裡就找了一個很簡單 就是 這個大名有沒有 你知道嗎 其薩爾他本身 他要去拿那個密碼開 開那個掌紋 不就是穿了筆記 給那個黑色老闆摸一下屁股 對不對 摸一下屁股走回來 讓掌紋拿到手 也不需要太認真的方法 就 你就 一個沒過去 然後 讓對方 這樣 失去警戒性 就得到一個他掌紋 那 就這樣去破解密研結束了 就完成了 路線的行為 好 那這樣一個路線的行為 我們就成為 社交工程 類似的電影情節 大家看應該很多 尤其每次電影很多這種情節 包括什麼 拿肥皂複製藥匙 對不對 然後拿什麼去複製他的指紋 複製聲紋 對不對 複製掌紋 有沒有這樣 這樣的流程 這什麼叫社交工程 那社交工程 這個行為 出效真的需要 他懂什麼 資訊電腦技術 比這個人 你仔細看就完全不用 你只要掌公廠就可以 對不對 有些是講得更帥 對不對 就可以 有些只要 幫他聊那個 表演夠好 比如幫他聊服務生 然後你去洗 你去洗 散溫暖的時候 你過去幫你 把你的那個 鑰匙拿出來 做一次肥皂複製 就結束了 這個人才沒有很帥 但是他知道如果 他知道你 他只願意打掃 或是等到你去做商務 那時候 去做複製鑰匙行為 就好了 對不對 這些技術都不是 資訊技術 可是他確實最可怕的 因為他把你最重要的鑰匙 我們說那個 那個 完整性那件事情 機密給抓到了 鑰匙是鑰匙在手上 原本就是最安全的 結果 你只是去一個外面公共產所 就被複製走了 好 那就是最可怕的社交工程 好 那這個社交工程可大可小 那最大的威脅是什麼 這樣第一 他最可怕的威脅是什麼 你今天知道答案什麼了 對不對 他不需具備什麼 而已人是不需具備 那個頂尖的電腦專業基礎 就給輕易度過企業的軟一體安全防護 為什麼 他就等於付自己老闆的權欠了 那現在不管台灣全世界老闆都有壞毛病 就是那個 最大權限他在我手上 絕對不可以在我們那個 資訊主管手上 不怕他到旁邊 對不對 所以呢 只要對待老闆 找到他弱眼下手 你的 再怎麼搶的軟體 兩房子都沒有用 因為你的對待權就沒拿到手 大概是這種概念 好 那哪個 下面哪個不是屬於職業公司的手嗎 哪一個 你看 這個剛剛講得比較快 就是照密碼支點攻擊法 就是我說過嘛 密碼假設 帳號假設叫做 Andy 密碼123456 或Password 或什麼什麼的 EQAZ 2WSX 有沒有 EQAZ 2WSX 這種密碼看起來很複雜對不對 你看鍵盤就知道很簡單 就前面兩排而已 對不對 他沒知道啊 所以他只要找Andy 然後密碼大概100組密碼的支點攻擊 就有機會猜到你的帳號密碼是什麼 我加上你的Email帳號 然後用支點攻擊法 可能找600組 大家喜歡用的那個 自以為好氣又複雜的密碼 去把你找出來 如果你是屬於自以為好氣又好又 自以為好氣又複雜的密碼 來做 譬如說我剛才EQAZ 2WSX有沒有 這種 你認為是這麼便宜的密碼 但你覺得很好氣啊 因為就是 鍵盤左邊兩排而已 對不對 嗯 這個就算是連接路要 所以一定可以入侵 這樣可以理解 這所謂是不算社交共同期 好 那 請問現在支援安全裡面 最大的迅速合作證券 哪一些 謝謝 有沒有笑出來 好 以上解釋 政治展示主要的原因 沒有錯啦 那也是 三十來次 這個句話就是 我後來不敢去 情依消除的原因 就是開了一門叫做 道德 因為上完課 覺得我這個課很好玩 就在子宮系 那個暑假開你們 道德還一個人生 那家同學講我少錢 快一萬塊 一萬五千塊 有機居然是三人開機 因為請真影響是來三課 然後 然後那個暑假過後 就很多晚上 下一個晚上 就出了一些問題 這樣子 我就 再不敢再回到學校教書 我覺得跟我沒關係啦 可是也太巧合了 從那個暑假罰身 那好處是 那個學校的晚上 都全更新 你知道嗎 這好處嘛 對不對 缺點 裡面一定有學生是 不要打自己 反正學校是最弱的 好不好 所以學校晚上可以更新 是有原因的 他們都死在這手上比較多 應該這種課後來 發現他學校就不能教啦 那我只要 類似這種開課的課程 學校怎麼不會希望你做 你都做搶齊的課程 其他不足你教 你教完 就是圍牙小內而已 真的是圍牙小內 不騙你啦 沒看到好像男生就這樣 很皮耶 沒有男生不皮的 好 那我們講社交工程 如果今天又不是美女 也不是帥哥 而是虛擬世界的手下工程 他是怎麼做的 好吧 我們就一個流程再分享一下 譬如說 你今天收到一張 E-mail 上面寫 新法科馬一送一卷 是PDF的 這個應該很容易說得到吧 對不對 你就不會有它 就把E-mail打開 那他就這樣流程跑出來 你看E-mail 然後基本上PDF可以帶給一個小程式 其實他可以去寫一個小程式在裡面 不是安全 不一定很安全 然後呢 他就會用這種方式去把 觸發一些弱點 把電腦的資訊往外丟 然後會拉回來 一直可以入行的程式進來 然後完成這件事情之後呢 他就 既然可以入行 就轉一隻後門程式 什麼後門程式 那是A-Disk 或者是原段可以控制你電腦的 原段遙控程式 我們叫做後門程式 我把它講完 等一下給我 一分鐘把它講完 好吧 好 那後門程式之後呢 你以為他就認為 你以為他 就他就開始可以 控制你電腦了 你的電腦就是 電視他的電腦 可以在電腦這邊操作 那多以外都是你的IP 跟帳號密碼的 這樣理解啦 好 他也會不會這麼的佛心 因為反而你的電腦 我怎麼知道你有沒有室友 有沒有同事 有沒有學校老師跟學生 他不知道嘛對不對 所以他一定會做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最好看他裡面有什麼人 我一口氣去把他抓一抓綁一綁 這樣最好 你可能會發現把我殺了 但你同事不一定會發現啊 對 因為他自己覺得他自己保護得很好 不可能發生 然後這時候你的 這一區的人 就被他綁起來 這就是他的入侵手段 欸 我都擴張入侵之後呢 後面呢 就我們就先談 就談到這條好了 我們這個就叫APT 就是你被入侵了 他做什麼事情不一定 十二不一定 他盤點值多少錢 再說後續的發展 好吧 那我們休息十分鐘好 好 我們休息十分鐘 好 我們現在休息十分鐘 十幾分 十分好 九點十分繼續喔 那同學們可以去上班廁所喝喝水 可以啊 等一下 那先放上去嗎 最後可以啊 最後要放上去嗎 你現在還在錄影嗎 可以啊 下個扶批地址給你啊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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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幫他們拍個人先拍照 拍得很辛苦 當然 又考試 你等一下要講AI喔 會啊 我都用講快 後面把黑客講完 就講AI那些事情了 為什麼要是突然對AI這麼快有興趣啊 AI的自然有興趣 我現在都讓學生用AI寫功課 很好啊 你們有事喔 我玩過事後更恐怖 我剛剛才有玩叫AI幫我做PVT 不不 做PVT 喔厲害哪個AI做PVT的 Gamer 以下是用Gamer Gamer比較強的嗎 很強 很強 真的把PVT做出來嗎 真的 你問他 我沒有打什麼字喔 我就打一行字 他給我做十幾頁出來 他可以做PVT出來啦 對 而且很漂亮 喔 我前陣子都喊十萬耶 現在變強了喔 比事後還強 對很強 而且他版面什麼 內容 重點在內容 我打的內容很能玩的 對啊 他寫的這樣 我懂事道 可能講了 你講下去嗎 可以講 可以講 那個是可以講的 Gamer這樣變強了喔 Gamer Gamer 就是酸子清那個嘛 對 Ga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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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強了喔 很強 真的很強 才過一季而已 半年 半年沒玩他 因為太多老師 因為他做PVT 算是變很強 我也是從另外一個老師 沒知道 用他做PVT 現在你講 你幫我做 我還沒有試 我做好的 但是我請他 可以講 以後人怎麼辦 你會覺得很恐怖嗎 以後人怎麼辦 那 那 那 訓練人的 價值跟意義 要被重新定義 你知道嗎 教育的價值跟意義 要被重新定義 你知道嗎 百年 沒有被改革的教育 起上因為AI被改革 但是你看得出來 那是AI做的 我知道 但是我們 我們現在在教大家做 就是如果做簡報啦 如果做什麼 這件事情如果是要AI3做完 那我們要做什麼 AI做出來沒有特色 就是好看 但是 我們做出來 就會有個人 對 對 我的PVT不一樣 反正 可是可是可是 可是如果 我知道就會不一樣 可是 我們的PVT不是用表達而已嗎 不然就用表達而已 沒有沒有 我的PVT我很願意做 反正還有人文素養在裡面 不會單純只是知識傳授而已 所以人文變得很重要 就特色啊 個人特色叫人文嘛 嗯 我當然沒有人文吧 我們只有特色 特色沒有人文 對啊 我說那以後 教育不是會重新定義的嗎 比較懷疑這些事情 我們最近在建的案子裡面 AI案子裡面 比較可怕的是 從交通到圖書館喔 他們希望 嗯 AI可以讓 比如說你今天 你今天後來不知道圖書館 可以什麼書讓我看 我說實話 見很多人說 你不知道看什麼書 你比較適合我 他們反正就要問你這個嘛 所以他們一直在做圖書營啦 比如說我現在小朋友給小朋友 很喜歡在我家圖書館看書 那樓上就是變成 大人可以找他喜歡的書 因為小朋友看他喜歡的書 那種故事書嘛 所以你看圖書館 一樓現在都變成小朋友越來越吃啊 很多很多很多那種 很多種所求 看得很開心嘛 那就是 小朋友看的書看得安靜的時候 大人就會看他自己想要看的書 所以旅遊越來越來越接觸 小朋友空間比較多 那好啦 那大人要看什麼書 他反而沒有想法 他問有沒有 那是AI可別說的 他說 那也是要你要問問題啊 對嘛 你要跟他互動嘛 那比如說你可能就抓了你的圖書證 比如說你想找一本旅遊的書 他就會藉由你的性別跟職業還有年齡 甚至收入 推薦一本旅遊書給你 這可以啊 是推薦系統而已啊 對不對 但是他就會說 欸我說他就用互動平台的時候 我覺得 什麼去哪邊的旅遊書 滿適合你 看你有沒有興趣這樣子 他說我不喜歡去歐洲 那你對於紐西蘭有沒有興趣 欸可以耶 他就推薦跟紐西蘭有關的旅遊書給你嘛 對不對 那就互動裡面 欸欸 我那時候玩事後是做這件事情做得很順 你直接跟他講就好 不用講 他就這樣回你 然後你就再把那個圖書冊裡面的那個 資料簿丟進去做RIG 他就可以把書帶出來 我們目前觀察裡面 有哪些書是跟紐西蘭旅遊書有關係的 那只是做到沒有要自動取書啦 他們說太難了 太難了 然後說為什麼太難了 他說太貴 不是難是太貴 自動取書就是書架上去 然後就把書給稀出來 拿下來給 跟自動廠主一樣嘛 那成本很高啦 那成本太高了 那不是 而且你又要人跟機器又混在同個書架上面 除非你那個取書都不要人去拿 都是 都是都是 這是哪一個圖書館 台中 台中那個 台中式圖書館 啊不是 台心館 他們向我們提 叫大同找我們提ID 我就可以做啦 大家可以做皮尤西來玩玩看 這個才有興趣 可是我說你禪書就有問題啦 自動取書這件事情如果你要做 那你們要重新規劃 就是人不用進圖書館裡面 就從取書翻書都是有機器做 然後我們就講完之後 好你喜歡這本書 過了三分鐘就出了兔給你啦 你就可以把書來看完 看完後就丟回去還給他 就還書了嘛 嗯就把書回歸位啦 也不用等在那邊翻書了嘛 對 他說這先不要 你知道為什麼已經不要了嗎 做下去多少 那很多人是要做什麼 很多人要做什麼事情 就會有很多人要做什麼事情 問題出來 就算有錢 也先不要做 但是可以考慮做 聽起來很恐怖對不對 對 AI是好事嗎 我不知道耶 我在周到現在開對AI 覺得是好事的事情 有點緊張耶 人文啊 看你們記與後患的人文 有沒有機會是 讓AI比較 沒有辦法取代的啦 不然 都可以而已啊 可是那些相片啊 文化都很假 就看著你 那沒有輸作權 我講到啊 那相片是不是有輸作權的喔 就是你可以這樣產生很漂亮 但是 音樂版我覺得還好 但是那些圖畫都可以改變 AI產生音樂沒有很漂亮嘛 對不對 不要太長 短的就可以了 背景音樂 比如說 一小段背景音樂 五分 不用一分鐘以內的 嗯 那會成功就對了 對 因為我們今天中和大產生的音樂 就是很慘啊 連那個妖婚都很慘啊 我看到一個網站 產生很漂亮好 對 還不錯 隨時可以借新的音樂給你 對 可是它不是吵別人的嗎 沒有欸 沒有 他沒有 他自己做了 沒有 這樣穿著玩 他生什麼 不過 我沒有怕 我試過還不錯 我女兒說 自從AI要畫畫之後 那個幼兒的 畫畫幼兒 幼幼班的小朋友 瞬間少一半以上 嗯 就是家產認為小朋友學畫 是沒必要的 有那麼多嗎 有 他認識了畫師的 老師認為說 他明年有可能畫師 是做不下去的 瞬間 因為開兩個班 三個老師 到這個暑假 剩一個老師 剩他自己教 他就覺得學生有點少 累減重 三課了齁 開了 好 好 那我們繼續課程喔 嘿 所以說 社交工程 我們剛才提到 帥哥的美女服務生嘛 如果你又不是帥哥 又不是美女 又不是服務生 怎麼辦 你只會做PDF 然後只會寫這小小字 就可以了 PDF要寫吸引人 比如說 我不知道行方特馬 一收音吸不吸引你們啊 你們可能每個年齡層 都有自己的梗在 不知道你可能是什麼 可以想一下 適合你吸引你們去 非典的PDF不可 那我反應就好了 好 那這個PDF 你買一送一券 你反應出來 拿去寫法科 可以兌換咖啡嗎 你不用懷疑 當然是不行 好不好 因為你被騙而已 他只要騙你進去 入侵你的電腦而已 都不是要你兌換咖啡 所以當你看到 寫法科 買一送一券 就很開心 拿去寫法科 是失效了QR控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你電腦 可能中途 這樣可以嗎 但這種事情 兩個同時發生 不能兌換 你的電腦把它點開了 你電腦就被勒索 就被中了APP的 被持續性的威脅 那威脅什麼 如果電腦真的 像我心目中認為的 我的電腦其實 沒什麼值錢東西 也沒有營養消耗密碼 口袋錢也不是我的錢 口袋也沒有錢 那你就會變成一個 背鍋俠 或者背鍋那個人 那有人這樣肉機 出了把別人的 多可能會發生 所以不要以為自己電腦 自己生文分文就不重要 很重要 因為就是那個很可怕的背鍋俠 背鍋俠 背鍋俠 好 因為講這種名字 聽起來會具有傷害自尊性的感覺 所以我們講的快樂軟體 因為這個軟體不用付錢 所以就很開心 有沒有 快樂軟體 好 不要看免費的點他 這個就是我們家在會最可怕的事情 最近他就很乖乖 就是 不是他過來 是因為大陸黨台灣 好不好 就是以前他去大陸很多網站 去追一些連續劇 陸劇 他不只陸劇 連什麼 印度劇也有 好厲害 都不用錢 那個 他點那個我就覺得很恐怖 你知道嗎 然後如果用銀行規管 照片來電腦去點 我也是說你可不可以換一台 不要這台不要 我另外看那個 你想看的追劇電影 拜託一下 用兩台電腦 好不好 我就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不要拿最好的電腦 拿中央電腦 跟手機追劇 有問題 手機蘋果應該還沒這個問題 Android會有問題 手機蘋果其實設計的 這款設計還滿成功的 然後不要以為是朋友的 沒有就不會害你 什麼意思 如果剛剛APT攻擊嘛 如果他送了買獸醫的行李箱 他有沒有機會 把這個券同時把音樂 大家通訊錄不定所有人出去 那如果發出去後 那朋友給你買獸醫的券 正常的啊 你就把它點開啊 對不對 對不對 不宜有他 欸 完成社交工程 你就中毒了 那也可以關於朋友 這個嚴不嚴重 也通常我們家那個 業務主管小咪 上上 上個月才中賴那個 賴掉一層次 就是他帳號被盜嘛 而且他們又沒有版E-mail 他搞了快一個月才有結果 就是 就開始發那個啊 欸 請幫我點溫卷啊 請幫我點溫卷啊 對不對 然後你把他點進去後 你帶帳號就被盜啦 然後你就 到處罰那個溫卷 請幫我點溫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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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一口一堆 一對帳號被盜這樣 他還是點了一個 呃 上有產生一個業務的 欸 工程師喔 的E-mail喔 的那個 請幫我點溫卷的 連結而已喔 那帳號就會盜走 要不回來 除非你有把那個什麼 手機加E-mail驗證的 要得回來 如果你就是手機驗證 不用把E-mail驗證的 要不回來 大概是這種情況喔 所以你遇到的話 你要小心就是 不要與你的朋友 就不會害你喔 好 這多嚴重喔 嚴重到連SOE 其實在過去 中國電子的病毒 各支也外洩成功 也被外洩過 不是沒有 所以這種事情 不是只有我們會發生 連這麼大的公司 其實都有發生過的 不要小看他 那 台灣十大企業裡面喔 這間公司給法媒聽過喔 可是我們跟他交易很多 就是算賣中的在賣工業電腦 一間 三四公司 在兩年前 兩年前吧 我記得是 啊不 在疫情 兩三年前 疫情前那時候對不對 就被因為 業務那群人 點了類似的 有間被FPD入侵 然後開始 他們把 server 做 勒訴 綁架 綁架完之後 裡面的資料 連系統都不能用 連他ERP都不能用 我怎麼知道呢 因為我們家 因為現在才有違約 就是 那已經交付給客人的 一批工業電腦 我煙火都沒有辦法給你 因為 我們家ERP系統也壞掉了 我說 什麼意思 就是我們現在不知道 我們家付出了多少 那客戶的移送應付是多少 我們需要一個月 用人工把東西生理出來 就這麼嚴重 他對方勒索 煙火11 後來電腦也沒有付錢 10個億不付 所以他們就用半年重建系統 好 半年喔 半年重建這個系統 這樣夠過癮了吧 半年 好 那這種事情其實 台灣其他 這些公司 他報告裡面 台灣其實 一年大概有200多件 熱索病 熱索病病毒 三個月就有10家 上次會企業公司 裡面有資產能源 有認真人的花錢 做資產的人喔 北海客入侵喔 包含仁寶啊 還有元華這兩家是 費勒索銷售10億元的錢喔 這樣可怕了吧 所以APT的入侵 一定是因為只有個人 就用社交工程的方式進來的 而不是用什麼 了不起的科技技術進來的 什麼意思 就管移送醫院就好啦 或是一個EDA廣告 因為大家習慣現場消費了嘛 摸摸嗨 摸摸幣300元折價券 他看到馬上給下去 我不會 而且手得很快 我來不及阻止他 因為摸幣他就需要嘛 他對我們家那個 幼稚園小蜜 假如PC用折 PC用什麼什麼 PC用什麼什麼 他們一個人手一加 電章就很無聊 你知道嗎 一個人手摸摸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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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就他們PC用的摸摸摸摸 摸摸摸的蜜圈 你去看成了摸摸就好了 你點下去了 對不對 那你就這樣FTP了 就這麼簡單 好 這叫社交計程 所以聽起來 當它應該還蠻容易的 對不對 只要弄個幌子 那個詐數夠好 寫 上網找一隻 包括GTP都會寫的 那個腳本程式 塞到裡面去 你就打到你的效果 可是重點喔 重點就是 做壞事要插嘴巴 這件事情 不要變成你家IP 你要如果想到開課 記得接著就是做壞事要插嘴巴 就是追到你的IP 通訊檢查都到你家來的 你馬上過來找你 這個是鬼板的 甚至有刑罰的 你不要以為我通完一下這樣 我會有事 你用學校IP可能有好處就會免責 可是學生學家的資安 那個部隊可能不會那麼客切 沒有 這裡被抓過一次 真的假的 真的 不是免責 雲林法院就寒來了這樣 然後呢 怎麼辦 我把那天上課同學做的位置送上去了 錄影的位置什麼送上去就對了 甄莉有同學做什麼事喔 對 喔 學校不保護對不對 學校不領域 喔 那只要學校不保護這件事情 記得不要在玩 不要拿學生IP做什麼事喔 拜託 那很好抓啦好不好 那真的很好抓啦 所以當該課要懂插嘴巴 再以免不懂插嘴巴的事情 千萬不要做 千萬不要做 好不好 以前還有 學校會把你拿下來 在學校 管理你做外事 你家事直接自己去法院 不想管理就對了 好 那你千萬不要做 記得 你要學會茶水管在考慮這件事情 要不然 連舊得了你就對了 難怪 難怪 學校不能教派客相關的課程 教學校大概收不完的法院通知書 然後你們也做了 我一直都實名是 嘿 你的IP是不是好 那倒手被抓是一家的事情 上忙課之後 我應該不負責任這樣子 OK啦 好 那我們講一個 這個是這個東西已經不能用了 確定不能用我才來講 能用之後我怕又倒霉 到時候我又倒霉 就是一個是做了一個 駭客手機錄清的一個案例給大家 手機可不可以錄清 也是刻意錄清的 我舉個例子 這個例子跟大家分享一下 即使人家瞎掃一個案例 這次我們好像不能去彈掉東西 它做什麼用 它只要是做一隻 我們來做網路的一些 問題查詢的一個測入軟體 它在錄裡面 網路所有的風暴 進進出出的一個 分析風暴裡面有什麼內容 把評證找出來 可以解密的一個工具 其實它主要功能 並不是做駭客 它主要功能在做 網路過往風暴的分析 找出問題來 然後解決網路問題的一個工具就對了 這是正常的工具 它沒有hide 它沒有hide的功能 好 你下載完之後呢 你帶一台筆電 筆電基本上它有兩個功能 就是USB可以讓手機分享網路 有沒有影響 一邊插USB 手機插USB插筆電上面 它叫USB共享網路功能 你應該知道吧 我不知道現在知道了 反正以後你試看看 就是 如果我們想讓上網有兩個方式 一個開熱點對不對 一個用USB接就可以了 好 你要用USB接才行 這時候你會出一個區域網路 對你而言它就是 可以上網的一條途徑 好 這時候呢 你在開啟Wi-Fi 這Wi-Fi功能 手機…筆電的Wi-Fi 另外喔 筆電的Wi-Fi功能 筆電的Wi-Fi功能 以後的功能 要做開啟熱點的功能 就是筆電的Wi-Fi 基本上也可以像手機的熱點一樣 可以打開 然後變成無線機率台 提供大家連線 經過筆電的上網功能 這是沒有問題的 上網查很多這種設定方法 可以參考一下 好 以上都是無害對不對 好 加起來就有無害這樣子 怎麼說呢 好 假設我們現在開始就查 你知道IP 你用手機加USB分享你的電腦 所以分享你的手機網路 可以上網了 好 那就可以把你的筆記型電腦 變成一台IP分享器了 我開無線變熱點給人家連 給人家連不跌出去 然後給人家連 把筆電變成無線熱點 那自己上網 途徑走USB的手機分享 這樣通了嘛 對不對 那我就變成一個無線機器台了 對不對 是吧 把筆記型電腦變成一個無線機器台 那該怎麼那麼複雜 複雜是在後面啦 好不好 好 做完之後呢 你把那個 我剛講說做風包攔截軟體給打開 阿裝網打開之後 說我要攔截從無線機器台進來的IP 從無線機器台進來的IP 說你的WiFi進來的IP 所以WiFi進來的IP就好了 然後呢 你就分享 你把那個設定好之後 有抓這個IP之後呢 我所有的內容我要都要錄下來 都要錄下來就好了 這時候你把那個 筆記型電腦要提供人家熱點使用的那個 無線機器台名稱改一下 不要叫做名字 改叫星巴克就好 或是你在路易莎旁邊就改叫路易莎 如果旁邊是星巴克就改叫星巴克 你旁邊都是85度星 就改叫85度星 OK 這樣回來喔 好 那就我們用文青的有沒有 就用開心帶著筆電跟手機啊 去喝星巴和咖啡啊 路易莎咖啡啊 或者是85度星咖啡啊 如果那7分改叫7分也可以啦 或7分咖啡嘛對不對 那你要看到你手機打開 反正有點那個無線機器台 以後比較多 你去了7分嘛 看到7分的無線機器台 你一定覺得很正常啊對不對 你去星巴克 星巴克是個無線機器台 是啊 很正常啊對不對 去路易莎 騎路易莎沒有無線機器台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對不對 你認真去看路易莎 他們也提供無線網路才供的改革 我印象說還沒有 有個店自己提供比較多 那你去 你看路易莎也開心很正常對不對 你就點它上網 這樣沒問題吧 如果你是台客 那你不會這種事 但是你模仿成 你模仿成各個咖啡館的機器台名稱 那去咖啡館的那些人 看到了就有人會上這條船 比如說你在釣魚 看有誰釣到哪條 有幾條魚進來你的這個無線機器台 然後釣到之後呢 可以說什麼事呢 釣到之後呢 你它就會連到裡面去 然後比如說 我就舉這個例子嘛 就是我 我不能叫星巴克來那邊搞啦 我就叫做L-A-N-Y嘛對不對 然後 那如果有看到之後 就連到L-A-N-Y進去 無線機器台進去又會上網 不然筆電或者是 或者是手機都會連對不對 連上去之後呢 我說你設定好之後別人看到了 是最有…你設定好之後啊 左邊設定好 所以別人看到會是這個畫面 別人看到會是這個畫面嘛對不對 這個名字 改叫做星巴克的樣子 好 這個名字啊 改成你想要看你在哪個咖啡館嘛 改他的名字就對了 好 我用一個考慮叫星巴克之類的嘛對不對 然後改完之後呢 你就開始做那個 攔截功課打開 你就會看到有人進來 一定有 那你不要做壞事 這個可以是啦 那不要做壞事就好了 現在有會有事情嗎 這樣談 喔 現在你攔截 但是你入侵不了了 因為他加密方式改的 好 沒事 反正你也可以知道 有人經過你的筆記型電腦 上Internet的出去 那做了什麼行為 你可以看得到 接下來如果你願意選 你就去寫縫隙 那個封包解析的一些資訊工程 這次往資訊網路 通訊的課程會上 就這麼解開 但是這段有沒有 這個cooking嘛 然後上面就會有ID 然後會有一些資料 然後這邊 欸沒有欸 這邊才錄起來 這邊沒有寫太好了 這意思說他抓到的是 一台叫做華碩的電腦的流氧器的資料 然後抓一些華碩筆電的資料 之後呢 你就可以去上網找一支程式 然後呢 做一支簡單的憑證 如果你可以進得去他的手機 就把電腦塞到他的手機裡面去 之後那支手機 你隨時決定就可以連了 就算拿他只要開的網路什麼地方 你都會去他手機看裡面有什麼東西 就會用他手機去做壞事了 因為你就去 因為他手機代表他本人 去到網際網路去的 這樣有沒有恐怖 你解沒有 就這麼簡單 那其中第一步就叫社交工程 就是你要到 你要把電腦準備好 弄成一個像 無線機台功能對不對 IP分享器的功能 然後揚裝成 附近咖啡館的機台名稱 讓別人自己跳進來 你就會接持他的手機 這樣聽起來當拍客人好像蠻容易的齁 但你不是腦袋怪有點繞繞的嗎 一點都不正常 對不對 好 你想想全部不要當拍客齁 因為想想法會改變 然後覺得這個人 是聰明還是可惡 你們都可以罵了 就是是聰明還是可惡都算了 好不好 因為他很可惡 那你不能說他笨 他是蠻聰明的齁 有沒有 所以 男生可能比較有興趣 你現在有興趣的很少 OK 好 完成之後呢 你就可以進去他電腦 然後呢 裝飢餅品證之後呢 你會把他塞到他電腦裡面去之後 你就回去看看SD card 什麼東西啊 後面一些 現在過去有小畫 弄一隻程式在裡面 要自己安裝起來 插完的鞋子 我講太快了 就是你如果這做完之後 你只有取得他電腦的檔案權限 還沒取得他執行權限 那執行權怎麼辦呢 就是 你想問他自動重開手機的時候 會跑一直安裝程式 跑完之後那個APP 就是執行權限 就是你所做你的CNC 控制手機的辦法 但是 裡面也可以看到SD card 什麼的時候 就幫我撈相片了 那你不覺得 你的個人提示也被虧探了 資料會被扣掉 刪除你也不知道 對不對 所以在執行完程式之後 你的手就會寫詞 這樣理解了沒有 這樣聽起來好像 有點恐怖了吧 之前有 我們為了這個 留一堂課 還可以用的這個流量 給大家自己實際玩一下 SR一下 可是我發現時間 一小時大家做過完 所以就不敢做這種事情了 有SOP 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去試一下 新版的什麼 做這個事情 流程交給大家 所以對我們而言 再複習一下 如果我剛剛的行為 大家聽起來 好像都很正常 那個什麼 網路分析工序也正常的 USV分享手機上網行為 也是正常的 把筆電的Wi-Fi邊緣熱點 也是正常的 製造假平鎮也是公寓 也是正常的 加起來做這件事情 叫入行行為 就一點都不正常 對不對 好 那就待會看看這件事情 看起來是不是很容易 不管走PDF 或是走星巴克的無線吉利台 對不對 然後觸發落點 然後安裝後門程式 手機要從排機槽去換 我有辦法安裝 直接鎮起來是有程式上問題的 然後呢 如果安裝好後門程式之後 它就會控制你的手機 甚至於 擴散這件事情 在剛剛案例裡面 其實是 不是在安裝你的手機擴散 是在 我是星巴克的無線吉利台的時候 就開始做擴散 我不知道我抓幾個人 我抓幾個 我抓幾個 我在那邊喝一個咖啡 八小時 如果抓到12個人 算就 釣滿一桶魚了 算多了 釣滿這桶魚 12個人可以帶回家 這樣子 OK 現在聽起來不覺得 以後去星巴克 不要亂用無線吉利台 用自己的比較實際 用熱點比較實際 自己開流量吃到好 比較實際 對啦 聽起來知道了 知道外面無線吉利台 不要亂用 要不然你就 被綁起來是正常的 這當然是我加進去的 專利是加的 因為 因為這樣子 企業其實開始 慢慢就對於 各位 都的 自然能力都產生質疑 因為 我怎麼知道你會不會哪天 去星巴克的時候 就帶著一些護衛國回來了 開始都會質疑 所以他對每件事情 他們就從 那個時候從環獨軟體 都開始改變想法 他不叫環獨軟體 他不叫EDR 然後 就 M point 的一個 防禦措施 從這個人開始 就懷疑 你是不是真的是 安全的 他不是懷疑 自己人的人格 他懷疑手上哪個電子載具 是不是已經被入侵了 他不敢確定 他不敢確定 所以開始他們對於 防獨軟體 他們不會叫防獨軟體 不會來除去社會 他會講我們的EDR工具是什麼 EDR就是M point 就是拙命那一塊的 NDR是網路的 XDR是指那個社會端的 那現在有一群眾做 我們就要有紅 有紅隊就有藍隊 紅隊我們所在入侵 就是攻擊那一隊 藍隊就是反應那一隊 XDR就是藍隊 我們叫藍軍 負責保護CNA部的那一群人 叫藍軍 就是XDR在做事情 大概或者這些人出現 他說你說知道做哪一塊 我說管理的 就走制度面的 我是做紅隊的 這指攻擊方的 我是做藍隊的 這指反應方的 就是XDR在 現在在做這些事情 網路上戰爭現在擋得很開心 那所以呢 之後你聽他說 你叫他幫我講是那一種 他說我們就要開始走 D6草石盒 就是使用者裡面 就算你是員工了 他會經過你的行為 來確定你是不是本人 或者你是 你的手機已經被APD寫詞了 不是你本人在操作你的手機了 因為你的 我相信沒問題才寫上班 但是你的手機被寫詞 他沒辦法保證 所以他們就很容易 就刷石的概念說 你的行為 不像是你平常上班的行為 他認為你的手機有問題 他把你打電話說 你要不要讓你手機來檢查一下 來我們的資產部門檢查一下 一掃告訴你手機 因為職務務門 請你把資料勾一勾 手機要鋁碎掉 但是這種情況發生 所以手機不是安全的手機 如果他走D6草石 發現耳耳的話 他就把你交過來 好D6草石現在很多人都用 我告訴你 台灣停留不到十個企業 一探不算一探幾乎開始用了 但一般企業不到十個 其他就一探可以用而已 就盡管會要求的 一探先做 那其他企業 所以慢慢的大型企業要做 然後慢慢才是中小企業 大型企業跟政府部門 再來中小企業 但目前大型企業還沒有落地 因為太貴了 或是不做 太貴了 價格開口聽了601百 可能是因為沒有競爭還期吧 所以很貴 好 這樣理解 所以未來可能出社會 大概不一定是當老師 有機會是當去上班 那當你遇到說什麼 不再是這罰毒難題了 加上MD EDR的時候 你不要意外 就是因為新的那個APD的 資訊的威脅實在太嚴重了 光去過新巴克都會中毒 那還會被安全 所以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安全或不危險 那假設你的手 你的電子載具都危險的情況之下 那企業就變得安全了 就對大家不相信嘛 對你的電子產品 你的手機是零信任的 那情況下來做這樣的一個防護 好 那今天手機 舊手機幹什麼處理會比較好 不會造成各自外線 請選出錯誤的答案 你應該很簡單吧 錯誤的應該是直接把手機賣給別人 你的相片在裡面 如果你沒有不良嗜號就沒事嘛 不過不良嗜號你也把那個 你同學們拍照的相片都給別人帶走 這樣不太好了好不好 要有不良嗜號就更嚴重 不是嘛 對不對 記得要把手機回覆元航設定值 然後再考慮要賣或者銷毀 或者什麼樣 至少資料先扣完 或恢復元航設定值要先做 包含把SD卡清乾淨 這個要先做 之後再考慮要怎麼處理它 所以舊手機 就算別人偷拿走了 其實裡面沒有客資 問題也不大 反正舊手機也不要啊 舊手機不要通常不是蘋果 都是Android比較多 把蘋果很多人拿去賣給不是嗎 現在兩個不適保護筆記的量都頻繁 跟舊手機的行動都是安全錯誤 不是喔 不是喔 看也多嘶吼 好 當然不是啦 夾氣體怎麼算安全呢 它只是影響速度變快而已 跟治安沒有關係 對 我也AI可以說因為 我也玩遊戲可以說 因為AI的關係 我要買顯卡 因為AI還有DIY用得到 這個理由很好 但是 因為治安我要買記憶體 這個理由真的很糟齁 我真的沒辦法回答你試齁 好 再來就是手機有什麼病毒喔 現在核子不是手機送圖的發生現象 是應該知道吧 對… 但你手機冒出水滴代表一件詞 就是你手機送圖水滴代表一件詞 都會撿回框給你 那你的手機你用開機 就是等於沒有的意思齁 就再買一隻心了啦 現在保護企業數據免受熱搜病毒危機 最好的方法是什麼 熱搜病毒危機 保護喔 這一點很難喔 超難有沒有 這題應該打不太出來對不對 好 其實備份是萬中無益 但是小金融備份加離線備份 就是備份完之後 不要查在網路上面 不然也會熱搜 離線備份的情況之下 然後進行才會敷衍的演練 這是最顯最好的方法 至少可以 譬如說你一年半年一次的完整備份 然後是離線備份之後 你除問題至少半年一起前資料都回來 班總要補 至少你有開時間 不是要時間嗎 有結束的日期可以押了嘛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做完整備份都不做 那就沒有日期可以押 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完成 好 那下一個方法是最高級APT的最佳攻擊方法 方法新高級的APT攻擊的最佳方法 有沒有 就剛剛提到的一件事情 現在開始是主動式的 主動系統監控的部分 DL Trust 零星刃跟EDR MDR XDR的導護這件事情 其實是新的治安保育方式 這是新的方法 不像過去那種防火箱叫防毒軟體 過期已經講 你用防火箱叫防毒軟體做保護 這件事情在APT部分 是完全沒辦法保護的 沒檢 但主動式的監控 應該是比較好的解決方式 好啦 那電腦系統 這我帶快一點 我就實在講 全序部也 我們國家 這個單位中毒 也被 也被那個 也被各自外流過 然後其實 2018年的國大航空也發生過類似的事情 我剛剛不是說 我講說讀書理論這件事情嗎 有個治安長 不認為我們家治安做得非常好 不可能發生入侵事件 只要他這麼想 這件事情 他們講究 莫非法則出現 他們家就發生了 常常都說是用故事出來 那 我們剛剛說明是比特幣的手攻擊 是什麼 剛剛第二次了嘛 對不對 我們就跳過去講一下 那台積電為什麼被攻擊 這個故事幫你告訴我 再猜一查一下 那個故事有2019年了 欸 那時候他還沒那麼紅耶 他說海基電還不是庫國城沙 那個時候還不是 那個時候大家說 他是個學校工廠 現在人家是幫他學校工廠 那只是怕他比較小聲一點 為什麼 因為他下面使用 不是台積電 我認識朋友是 可是那個設備都超過20年 你知道嗎 你們作業系統都使用Windows 2000 Windows 2000 聽過嗎 啊 糟糕 年紀更比你們還大 對不起 你們是2000以後才出生小孩對不對 對 比你還老 這樣可以嗎 那你作業系統就是你出生之前就有了 這樣可以理解到了吧 台積電那時候使用的休息統是Windows 2000 比你還老 齁 那裡面有一個漏洞是 維爾瓦 這些公司 無法解決的 就是你在Windows 2000電腦 它一定有這漏洞 一定是法國安提 比方法想什麼都起學不了的問題 Windows 7比2000還老 Windows 7比2000還老 Windows 7比年輕 年輕 比他還年輕 比他還年輕 哦 比他還年輕 不過他應該也在親那裡面沒有 欸 Windows 7也在親那裡面 沒有 他親那裡面 上面有寫來的 後面有沒有只有寫來的 對 好 然後剛才是Windows 後來這邊 欸在裡面耶 他Windows 7 應該是Windows 7 有SP2嘛 新版的啦 Windows 7 SP1以前的版本其實就是這個問題 就是 他到Windows從XRP到2000 Windows 7 2008、2013的 舊版的齁 他們就可以直接連線到 你只要你的電腦叫虛網路內 帳號密碼 不用想 就可以直接連到你的電腦裡面的 各幕幕去做事情 他也有這種方式 所以他們就做 RDP的連線系統 幕幕這樣做做吧 那 完全沒資料問題 資料這個問題完全守不住他就對了 所以微軟頭 為什麼那麼佛心 你叫做Windows 7以上 作業系統 免費白升級成Windows 11 之前免費升級 Windows 10嘛對不對 你叫做Windows 7 現在Windows 11給他免費升級 不是都收免費了嗎 為什麼 因為這個動物他解決不了 就這樣 這個東西就會造成你的電腦被熱索 病毒綁架 解決不了 所以他會提供免費 因為他們會連美國政府也收不了 你這樣子 這個瑕疵太嚴重 罷了 你要付非常責任 他說那我就沒分來升級 我不能賠你錢嘛對不對 那就沒分來升級 就這樣 這是企業裡面遇到的問題 所以當你去上發地點 還是Windows 2000 Windows 7以前做系統 那知道問題就是很嚴重 那他們老闆 老闆監視不改 那你自己要保護自己 多做備份就對了 不然那個 系統出問題就出問題 救不了 好 OK 所以一定要補嘛 更新 然後完成它 那這些都是成本 不管是秋朴啊 升版啊 或仿佛都是成本 好 那熱索病毒其實很多啊 太多種 但是仿佛升版 那熱索病毒為什麼好賺 這個是Twitter裡面貼的 一個熱索病毒團體 六人組 他講了一句話 聽完之後我很震撼 很心動 可惜我出生太晚 發現太晚 他們六個人 一年內 賺進了 一年啊 一年賺進二十一美元 六個人 二十一美元 乾淨率沒有嗎 二十一 二十一美元 二十一美元 請他比算一下 二十一成三十五 六個人賺到的 一年 好 突然間懂了 就是這年結束後 我們就收山 然後呢 從此以後我們就過了那個太平生活 希望別跟朋友說 我說過海課就好了 我說就只會把你煎餅 或是打餅 或是把你咖啡就好 OK 沒錯他說的話 他發現到一年賺到二十一美元 他覺得對不起大家 他寫什麼都告白道歉信 然後就說 我把那個 如果還沒付我錢 沒有關係 我把解密方法跟大家說 然後把城市買公開的 然後之後他就說 可以 假如以後只要 這次以前的 厄索病毒 你們都可以其實一起開這樣子 好事對不對 可是看到這部 推特的人 不會正常的你知道嗎 是另外一批駭客 你知道嗎 你懂一時候 之後就有進版的 厄索病毒出來了 OK 就這樣 他不講沒事 講說 他們一年的營收 六人就有二十一耶 你知道多少 全世界都很瘦牌了吧 二十一這數字 怎麼知道 為什麼之後大家也不去 瞄解你的什麼 機密資料 三億資料 只要我能夠當 駭客 我幹嘛去賺這種小錢 要嘛 我要賺這種大的錢 都是要躲起來的人 對不對 都要把那個 懷筆錢 把身分證換掉的人 對不對 OK 好 那所以說 包含 醫療設備 證明 還有一個路情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這個 跟歸論有關係 但是我講不出 找出一個理由 跟大家說 好 那請問一下 當你的電腦出現 奇怪的負擔你的時候 最有可能發生什麼事情 點 CRYPT.ECC 誒 我可以科普一件事情 我跟你講 大家可以科普一件事情 你知道 那加密病毒 不是病毒嗎 加密程式 其實是 我是給 原本做資安軟體 就是 我希望你的電 我希望你看電腦 沒經過我指紋 不能看裡面 資料的一支軟體程式 它是好的程式 它在保護電腦 不要被竊取資料的一支程式 就是經過指紋加密之後 打開以後才看到資料內容 好 駭客用這支程式 只是 它不是用 它把加密後 不是用你指紋可以打開 需要它點一串密碼 才能夠把外觀裡面資料打開 就這樣而已 所以它是一支正常的工具 是加密的人 不是你本人 是駭客 這樣OK嗎 就跟你剛剛講那個 那個什麼 無線機器材 做入行這件事情一樣 都是正常工具 只是手法跟行為 不是正常行為這樣子而已 OK齁 所以想說你那腦要刮車子 滑滑滑滑 對 就這樣 OK齁 好 就是中德索病毒 你看到電腦出現這幾個字眼 一直跑出來 然後全部都不見了 你臥底一次變成這個樣子的時候 你不用懷疑了 你中德索了 如果你沒有備份 你也付出一塊比特幣的人 嗯 最便宜的解德索是一塊比特幣 最便宜啊 一塊 你說一塊 哦 那表情 同學 你不要表現一塊錢 剛剛不是你們查過一塊比特幣 整合幣多少錢了 對不對 就這麼多 你說我整台店有送你 也沒到一塊價值 OK 那你存資就是你資料啦 好不好 而且企業價值 都不只一塊比特幣 那你就會付錢 好 那防止工作被 防止在備用工作時 遭到病毒跟疫苗數位 最決定的處法是什麼 好 這個就是毅力備份的問題就是 我們那時候如果7月比較率 預算出來多一點 你就跟他講說 單選週備份不同硬碟 單週選週啦 或是四分 就是一週一分這樣 四週硬碟備份 以前備份 那是就是你出問題的時候 回復的機會比較快多這樣子 就是備份這個工程就對了 然後 再來我還有一個 平常做備份 等一下從我們做 不好意思 第一件事情沒想到 好 就備份的那個週期啊 還有備份的方式 就變成備份計劃 你們要去想的 好 小人家在網咖 使用這樣 在網咖連上電腦 連在網咖連上購網 再輸信用卡 結果隔日被人刷信用卡 下次最有可能發生的原因是什麼 那想定時差攻擊 就是有購網站 上面在寫哪邊出現問題 希望大家趕快修補 結果看到這個問題的第一個人 不會是要修補那個人 不會是攻擊那個人 會是攻擊那個人 比較駭客 除了豬台的東西 還應該比較多 所以一定是在攻擊支持那個 然後 基本上而言 就是 你這台網咖電腦 被安裝一直叫 電腦肩膀測入層次 你打什麼肩膀好處 他都該錄下來 他為什麼錄這個 要到商號 到什麼商號 遊戲商號啊 就是在鎖電腦 偶大電腦補一支 監管車路程式就好了 你賬號就會被刀 這樣可以啦 好 一個研究生 如果我們的筆記本被刑 凸顯是要沒有專案 下的那種變方法是不正確的 這才知道 這才最多用的啊 你怎麼轉業效成的樣子 就是記得你們 摳到低潮沒有用 因為低潮也會被帶醜 好了 摳到隨成碟 多少個觀點都可以 但是摳到低潮只是 為了怕醉油其中壞掉 太分低潮 可是 如果你筆電被偷了 或是被勒索了 病毒綁架了 放低潮是沒救的 OK齁 希望雲端硬碟服務中 現在要做兩件事情 雲端硬碟喔 那時候有誤啦 那時候有誤 就是 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 但是 我是還沒遇到啦 但是有人遇過 應該是我如果放兩個雲 一個是Google Drive 一個是M365 所以目前我沒遇到 但是如果你放其他雲的話 一定有機會遇到的是資料都不見 因為那兩家夠大了 那兩家資料都不見的話 應該沒有存活率的啦 微軟跟Google都出事了 我就認了好不好 收不到 收到不知名的網站寄出來 電子郵線 所以你一定善例說 下入坑也沒有送這品 其實我該如何處理 不知名的網站喔 比如摸摸算知名啦 重點是不知名啦 所以不知名的話 就不要理他啦 好不好 你覺得這不是跟你有關係的 而且你也比較沒興趣 你就不要狹傻傻去假錄 然後他會把監視所有電腦 從使用者那邊按鍵盤滑鼠的任何行為 都會把它錄下來 這一直稱之齁 那在早期網咖裡面 就說我們來做到遊戲帳號密碼用的 什麼意思呢 假設我的駭客 我又喜歡到取寶 這群的環模遊戲是我在玩的 我就想辦法每台電腦取一次 然後那個塞 測不真很辛苦喔 他破還原喔 塞了冰雪喔 塞完之後呢 你第二天就去搜 我搜一下招號密碼用他一些 就一個個吃 吃完之後就會把虛榜也掏出來 大概是這麼做的 這個網咖為了正式也是罵沒完沒了 因為他也有責任 很麻煩 那請問公開論壇網站 跟部落格留言板 社群網站 用email上布其他人是否違法 記得是齁 不要懷疑 一定是是齁 而且是已經是刑罰 這是刑罰不是民法 不是你跟他實際上核解就算了 是公訴罪喔 為什麼 因為你是 你丟出去不是 你怎麼知道多少人看到 不可數啊 公囊毀犯罪啊 所以不知道FB 那個政壇跟李氏哥寫破文 破文一出去就30萬人點閱 其實很恐怖喔 那個很 就好像我這樣撤回來 人家還是可以告一 這樣截圖 代表已經做到公囊毀犯了 如果事後人撤回其實已經 你造成啊 沒辦法解決 這件事情就會發生喔 你小心 不要亂投那個 罵人的文章啦 如果你沒有證據 你沒有鐵證 千萬不要破 有鐵證通常你不要這樣破 因為公囊毀犯你 就是很麻煩 好 治安專家建議民眾使用電腦 一定要三組來庫聽他 這個講一下喔 今天部門醫師知道嗎 記錄所有帳號密碼流氧器的檔案 就是你開兩組器不是有個帳號密碼被寄下來嗎 那會放在Cookie上面啊 好 記得 所以有人就說要定期把它刪掉 比較安全 各種電腦應該不會想刪它 但是用的是學校研究室的電腦 或者是學校公用電腦的話 其實這個要注意一下 這個去講世紀常遇到啊 可是看得很無奈 好 那Cookie是居然的資訊喔 先講一下 就是六萬塊網站的 記錄他登錄帳號密碼 尤其是手機Gmail有沒有 你用Colobel去綁起來 就把它記起來了 你除非要把這個清單機不然 他就點一下Gmail 然後往下點兩下 上去選一下密碼的代金帶 對不對 很開心就會登錄你的Gmail 很恐怖喔 雲可一直改不了 我脫很痛 雲可大概那個 幾個監察教室的講世紀就是這樣 一年後 你這個會清嗎 會 結果一看不會清 一年後 過去有創作密碼還在裡面 我才會昏倒在那邊 遇到了啊 可能遇到了齁 駭客入行的相互 照著民眾的飲食權外線 請問何種方法 無法降低 失明相片外線的可能 你沒辦法降低是什麼 就社會公開 但不行 社會公開 不是大家可以進去看嗎 這就不用討論了 對不對 合理啦齁 好 顧問三位聖約合的 關於Cooking 我拼錯字耶 好 大家記得我拼錯 我IE而已 不是 IES Cooking 10 現在聖約合的正確 以上解釋 就是常談的 Cooking是長期所在的各種很多 會談談還有長期的 會不會內有這樣的顯示 因為它裡面可以長 小小的腳本的產品 記得齁 這個其實被惡名化 Cooking其實在我們寫成是很重要 就是很方便的一個做法 可是因為有海課拿來做壞事 所以就變成一個 不是大家很喜歡的做法 大家這種問題跑出來 好 下面的何則是安全威脅 應該是仿如釣魚啦 就是 呃 威脅而已嘛 就釣魚我跟你講 那個社交工程那件事情 就是這種威脅而已 它不會馬上把妳破壞啊 只後面要說什麼不確定 這個問題比較大 對 複選 複選 複選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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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列 晚上個人 資料外些頻傳 請問以下有關於網路上 保護個人資本 各種合成不恰當 就參加抽獎嘛 對不對 就不要積極參加抽獎活動就對了 不要積極 這樣好過分喔 OK 這個我就跳過去不講了 因為這個就跟大家比較沒關係 我就是比較見DDOS攻擊 回去大家看我心情把提供 會不會發到網路上哪 不用擔心 就把提供出來看一下 我們把資料跟今天跟他分享一下 就差不多今天課程要結束了 好 我先回去 這部分大家回去看一下囉 我們就把這一塊講完 今天課程差不多了 就是AI基本上而已 現在問題比較多 那 其實在生成是AI開始之前 其實AI並不無害 但生成是AI出來之後 變得AI的門檻非常低 就大家都用AI用得很開心 剛剛老師也想到可以用去 PPT 用來做PPT 我們後來是把你用AI可以去做 AI已經現在可以做很好的互動 是機器人了 你應該聊什麼會很開心 大家RAG上去之後呢 他就真的是一個大學畢業工讀生 跟人家互動了 現在你到這種程度 才幾年 兩年內 2023年的GDP 7月的GDP3.0 3.5 12月3.5 那今年4月4.0 8月份4.0 4.05 現在不到兩年 AI就快被跟人很強了 我昨天還叫他畫圖表給我 對啊 所以之後 還可以做統計 我才跟老師講說 AI對人是好還是不好 人價值會不會只剩下人文 這問題很大 這問題真的很大 OK 好 那我們講 上面有分兩塊 跟他們分享的東西分享一下 一個就是 算完算到AI1.0 我們叫做 預測型的AI 有人叫做AI1.0 有人叫被動式AI 就是之前什麼 車牌辨識 人臉辨識那種AI 叫AI1.0 下面要生成是AI 就是AI2.0 所以2.0裡面其實 會有三個問題議題跟自然語調的關係 就是第一個 喔 什麼 什麼都不准 好 我趕快說講 對不起 我想要實際還有五分鐘講 再來一起說 好就是這三件事情 就是 欸 好 你們看一下這三件事情 然後 就從OpenAI開始之後 慢慢的 未來新的IEC710 就會有OpenAI的晶片的那個推論在裡面 以後AI其實不需要三雲端 三連內一定會發生 一定會發生 台積電也會這樣紅的 AVIDIA也會這樣紅的 那個IEC做出來之後 就 它就是一個 一個機器前就等於一個人好差不多了 好 OK 那我剛剛提到說 AI這個流行是 就是 把變成跟你很 你熟識的很像 爸爸很像 這樣一張相片就可以演 很正常嘛對不對 這個AI玩過嘛對不對 那這種AI加上去之後 你就要跟他玩視訊 你不確定這個人是你認識的那個人 是不是他的 因為他會造成你熟悉的親戚朋友 沒問題 這這張問題喔 已經發生了 你做完了嘛 這時候其實在做相片裡面你做完了 所以 開視訊電話 你看到那個人 未必是你熟識那個 假設那是你媽媽 那不見證是你媽媽 就這麼說就對了 這樣可以 這大家當然有個概念嘛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說 我們常常提到說 AI如果是阿騙啊 就是 你發生事件 你剛才講完話後 它不會有話內容 跟你認識內容是不一樣的事 就是你識別的方法 你如果是你媽媽 我先晚上煮炒辣椒飯 給我吃好不好 然後你說好啊 那你就知道錯了 因為我不是辣椒 就是用這種方式去識別 給這個人是不是你認識那個人 而不是看那個臉 或是聽他的聲音 而是跟他對話內容 知道他跟知道那個人是同一個人 記得就是 識別異常交易的行為 跟他溝通的內容部分去做 這就是主動式的指南問題 會去做的事情 就是從DDR開始 會去做還有EOTRUST去改變 同一件事只從查清掃 因為 因為 沙田已經是走APT的供給模式 去面對一般人 好不好 好 好 大概是這種情況 那 因為下課了 所以請大家記得把那個 這個不知道那麼久 課程問卷給我掃一下 然後填一下個人 填一下那個個人問卷部分 什麼樣子 什麼樣子 就是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 我們就 如果同學們有問題 可以寫信給林老師 對 對 或者需要工作呢 也可以 寫信給林老師 其足缺人 拜託拜託 我剛才才講的 我們其足極缺 對 然後 什麼樣的工作 寫程式的工作 我們短期工作比較多 所以寫程式比較缺 目前不缺PM 缺PA 給大家講 但我們現在最缺寫程式的 那今天 林老師上課的內容 我們等一下會把PDF放上去 所以同學不用太擔心 我們也有錄影 那 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拍手謝謝林老師 好不好 謝謝老師 這個同學 這裡 這裡 給你點的